谢谢 怎么样 阿语 喜欢我的房间吗 我很喜欢 可以上菜了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我们家族流传着一个故事 是关于祖父和祖母的 据说当初祖母就坐在你那个座位上 坐在我这儿的那个年轻人 当着所有人向祖母求婚 你昨晚答应了 没有 没有 那怎么会有你父亲 怎么会有你啊 这张桌子太长了 坐在那一头的年轻人 把钻戒交给他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 又把钻戒传给下一个人 下一个再传给下一个人 钻戒就这么无声地 朝祖母传递过去 祖母好像没看到这一切 他正在非常开心地 跟边上的人说着巴黎的一些 有趣的事情 谢谢 那天 客人中间有一个男子 暗恋祖母很久了 他为祖母牺牲了很多很多 当钻戒 传到他那儿的时候 他怎么了 动手脚了 所以钻戒没有到你祖母手上 那倒不是 祖母拿到了钻戒 到底怎么了 说话呀亮 说话呀亮 好漂亮 好漂亮 其实那天 祖母一切都看到了 从钻戒 传给第一个人开始 包括那个暗恋者 接过钻戒以后的犹豫和决定 祖母说 求婚者的浪漫 让他很感动 而那个暗恋者 更让他 热泪盈眶 暗恋者到底干什么了 他接过小锦和 轻轻吻了他 然后像其他人一样 高高兴兴地 把他传向祖母 祖母知道 那是暗恋者的祝福 那个男人的胸怀 让他一下子就开始犹豫 会不会错过 最爱自己的那个人 祖母知道 暗恋者为自己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也知道 求婚者是故意 让钻戒经过暗恋者 无论那是羞辱 还是炫耀 祖母都担心 暗恋者会因此做出反击 但是暗恋者 并没有在这种时刻 让他为难 而是送上了祝福 这让祖母非常意外 也非常感动 后来 由于很多的原因 我的祖母 没有接受那个人的求婚 而那个暗恋者 还是一如既往地 守候在祖母的身边 直到有一天 当初的情婚者 也就是这个庄园的主人 他把祖辈的财富挥霍一空 要变卖庄园的时候 暗恋者为祖母 买下了这个庄园 并在这张餐桌上 他向祖母求婚了 他说 嫁给雷昂吧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那个暗恋者才是你的祖父 祖母答应了祖父 所以有了我父亲 看来暗恋是雷昂家族男人们的传统 我从科威特回来以后 我曾试图开始正常生活 但是总有什么东西挡在前面 换了那么多女朋友 我从来就没想过结婚 因为你 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在我心里我 无法取代 无法遗忘 当我到了马赛 看到你们两个已经结婚 我就像那个暗恋者一样 我在心里为你祝福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 开始学习中文 是希望有一天 能像你的同胞那样 跟你说一些安慰和倾慕的话语 跟你说一些安慰和倾慕的话语 安慰和倾慕的话语 我能用你最亲近 最信赖的语言 我能用你最亲近 最信赖的语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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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语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